各位朋友, 大家好, 在開始之前,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 留言, LIKE, 和 SHARE, 再開小鈴鐺, 等新片可以馬上通知, 如果方便的話, 鼎鼎廣告 我們先來講講新盤消息, 恆基奇亞的啟德Handy Park, 在星期日, 即25日, 加推第二號價單 涉及80個單位, 包括首次推出的12個地下連花園的特色戶 整批單位, 折實平均赤價大約22,148元 較上一張價單, 平均折實21,088元, 加了1060元 按字面看, 加了大約5%, 不過發展商就說只是加了1.5% 他甚麼理據, 我暫時未清楚, 有機會推了12個連花園的特色單位, 推高了赤價 如果兩張價單, 混合228元, 平均折實的赤價是21,463元 發展商透露, 過去週末兩日, 錄得22,000人次參觀燃樓 截至昨晚8點半, 錄得2,405張票 暫時超額應購9.5倍, 我認為這兩張價單, 一青袋應該沒甚麼難度 賣不完才麻煩 另外, 詳實都蠢蠢欲動, 油塘親海站第一期, 早前已經獲批預售樓花同意書 郭志威表示, 昨日將項目的名稱掛在地盤上 這一期將會提供228個單位, 市傳7月推出市場 他還有二期有658伙, 兩期加起來也不小, 有886伙 另外, 中原公佈過去週末十大屋卷的成交中, 錄得9宗 雖然創了8個星期的高位, 但仍然停留在單位數 未脫離危險期, 而美聯也錄到9宗, 而利加國錄到7宗 但一手方面, 因為25伙的鴨利州延岸殺停了 而Hanny Park又低價搶客, 所以過去週六一手市場近乎死值 到了當晚8點多, 市場傳出今日一手零成交消息 到星期日才錄得零星的貨美成交 整個週末才錄得三中一手買賣, 創至去年10月以來的新低 另一宗消息, 根據內地媒體報道, 長實已接觸匯豐 希望接受合景泰富和龍江合資開發的鴨利州豪宅項目海越相關債權 我早前提及過, 他們發展這個項目借了銀團102億 牽頭是匯豐和渣打 報道指出合景泰富和龍江正正在搞境外債務重組 而海越債權是重組核心範疇之一 所以這兩家公司都很擔心, 詳實的介入會導致重組出現阻滯 迫使他們走上拍賣之路, 最終導致項目逆主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擔心呢? 因為這幅地在2017年用了168億投回來 赤價222元一呎 成為當時香港賣地市場造價最貴的地皮 開了295伙, 戶戶大跡 到現在為止應該賣得三伙 最貴的那伙, 沒記錯是五萬元一呎 賣了一億八千五百萬 如果以他的指標來計 不要說一億八千五百萬 我當拉雲每伙一億 那我這個項目都值295億 最慘的是賣來賣去都賣不出 又不肯大幅減價 銀團見著你, 沒錢還又沒息還 但家雞見水沒得飲 而且大陸公司一說到要債務重組 你就知道什麼事了 就是要打折 我不相信李澤鉅真心想要 因為他最近做些事都是吹水不抹嘴 早輪恆大中心救話李澤鉅入錶頭 如果看回歷史的淵源 匯豐和成哥的關係是最好的 我認為他這樣的舉動 是想幫匯豐解解困 而且給壓力的兩個發展商 現在這兩個發展商的情況 就好像陳洪天一樣 經常口音急說自己的三伙值100億 但實際的市況可能值得五六十億 他又不肯面對現實 還要周圍去罵人說不給他寬限 況且陳洪天是按揭 銀行收他就名證言順 而這一個項目是屬於銀團貸款 對這兩間中資地產商 如果做得太住又怕政治不正確 另外這兩天雖然二手市場旺少少 但我錄得的竊樣過是破紀錄 有15宗可能業主開始有點脅 第一間是荃灣樂油居 有一間高層6號室312呎 買了578萬7千元 業主一2020年用了598萬 買入次科三年 賬面虧了19萬3萬 第二間是沙田中心佳陵大廈低層 第三間是天水圍的天麗院 有間中層19號室424呎 未保地價賣了275萬 業主一2019年用了288萬8千買入 次科四年賬面虧了13萬8 接著輪到何文田的天柱 有間二旗三座中層屍室1142呎 賣了3090萬 業主一2020年用了288萬8千買入 2016年用了3527萬6千7百買入 次科七年賬面虧了437萬6千2百 代理指出 業主屬一位重磅的投資者 除了天柱之外 還有一件尖沙咀的Grant Austin複色 業主經常不在香港 今次是特意回來買樓 接著輪到西灣河的柏匯 有間低層衣室209呎 買了375萬 業主在2018年用了438萬買入 次科五年賬面虧了63萬等於14.4% 第六間是沙基灣的碧麗角 有間低層A室292呎 買了380萬 業主在2017年用了420萬買入 次科六年賬面虧了40萬等於9.5% 接著是元朗的朗城匯 有間三座低層H689呎 買了995萬 業主在2018年用了1136萬6千買入 次科五年賬面虧了141萬6千 等於12.5% 去到第八間是西營盤 又是恆基半新樓 漢林峰有間一座中層216呎 賣了555萬 業主在2017年用了648萬8千買入 次科六年賬面虧了93萬8千 等於15% 根據資料顯示 漢林峰今年有6宗成家 全部都要虧 最少那間都要虧一成 數到第九間 這間都虧得金 就是海日豪苑 有間四座高層市 844呎 賣了1398萬 165元 業主在2019年5月 用了1748萬 買入次科四年多 賬面虧了350萬 只看賬面虧超過兩成 而且代理透露 當年業主買入這個單位的時間 給15%的納稅 事後有沒有退稅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但以代理來說 計算其他人的花費 相信損失要超過640萬 等於買到一間黃布兩房 第十間是沙田好運中心 御林角高層D室 356呎買了505萬 業主2020年用了524萬 次科三年賬面虧了19萬 再來是淘大花園 有間B座中層2號室 390呎買了573萬 業主2018年用了646萬 次科五年賬面虧了73萬 等於12.7% 另外數到第十二間是紅磡環海東岸 有一間1A座中層 194呎買了360萬 業主2015年賬入 現在賬面虧8萬 再來是粉嶺的惠翠花園 有間綠座低層屍 715呎買了668萬 業主2020年用了730萬 次科三年賬面虧了62萬 等於8% 還要輸了裝修 去到第十四間是沙田的御翠園 有間歐座高層020 519呎買了546萬 業主2019年用了600萬 次科四年賬面虧了53萬2 等於9% 另外這宗消息是資深投資者 譚伯榮老貓銷 物業是天候柏澳山 有間五座頂層複式壺 1187呎 再加84呎平台 賣了4200萬連一個車位 業主2016年用了4510萬6千元 在發展商買入 次科七年 賬面虧了310萬6千元 但據我所知 新世界賣這個盤時有代曉印花稅 所以他應該不用付印花稅 預計他付其他洗費 大概不見350萬 但這位譚伯榮先生 由去年12月到現在為止 已經沽了三火的柏澳山 三火都要虧 另外陳茂波昨天接受電台訪問 進一步透露 他現在與金融管理局研究措施 主要聚焦幫助買樓自用人士 包括換樓人士 但強調幅度屬於微調 他說目前中小型住宅按揭乘數 已經達到九成 認為已經差不多 而部分市民則反映 在建立家庭或生育後 有換樓需求 在平衡安全和保障市民利益的前提下 正研究中 是否可提供協助 放寬按揭乘數 相信稍後會有措施公佈 他的言下之意 應該是想放寬12萬或以上的按揭乘數 他說由於按揭乘數 限制主要是控制金融風險 他補充金融管理局和銀行 審批按揭貸款時有明確指引 並設有壓力測試 審視置業人士加息兩厘後的供款能力 我懷疑他好像忘記了 其實借MC買家 全部都不需要壓力測試 只需要供樓佔入息一半就可以了 我自己認為再放寬按揭乘數 只是雙面印 你可以短暫托住樓市 但你要求神拜佛 不要讓他跌 如果跌起上來是會加速 而且當業主要用這麼多錢去供樓 他一定會減少消費 到時社會經濟一樣不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留言 LIKE和SHARE 再開啟鐘 如果方便的話 鼎鼎廣告